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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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什么意思 谁知道啊 反正就知道这个字有两个读音 是吗 来 李志行 读 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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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 乐 不管怎么样 发现了就是六位同学有这样的意识 有乐跟乐的两种读音 但是怎么样读就涉及到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正确 有正确答案 有正确答案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来 准备 准备 读 乐 乐 语 人 乐 乐 熟 乐 什么意思我们请导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这个话其实来自于孟子啊 孟子见见这个齐王的时候 问齐王说你喜欢音乐吗 齐王说我喜欢 孟子告诉他说 你一个人喜欢音乐和许多人去喜欢音乐 哪个更让你快乐呢 就是读 乐 乐 一个人听音乐 一个乐是音乐 第二个乐是高兴的音乐 高兴 对 与人乐乐 就你跟很多人在一起欣赏音乐 哪个更快乐呀 齐王说跟更多的人在一起 是不是更快乐呀 所以孟子说与民同乐 就是说一个领导啊 一个管理人员啊 应该跟绝大多数老百姓一样 同呼吸共患难 心理学后来其实证明了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就是当我们有痛苦的时候 跟别人一起去倾诉的话 你的痛苦就简报 但是当你有快乐的时候 跟别人去分享的时候呢 这个快乐确实更多的有感染性的 大家反而会觉得更快乐 好 那基本上都懂了吧 所以呢 就可以引出我们今天的主题字就是 哇 那这个字是怎么演变过来的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我 汉小雨来了 这个乐字啊 最初的读音是乐 甲骨文中的这个字 有丝有木 本意应当是一种乐器 后来积文中又加上了一个行符 表示调弦的工具 用乐器可以演奏出音乐 所以后来引申出了音乐的含义 哼哼哼 怎么样都明白了吗 其实这个乐最初其实是音乐的乐这个意思 这个乐最早就是指乐器 到了说文解字呢 他认为啊这个乐这个字啊 可以包括了全部的声音和音乐 就是所谓的五声八音 所以乐和乐它就连在一起了 慢慢的我们说听音乐就快乐 所以我们今天更多的时候 不再用乐指乐器 因为我们有了乐器这个词 而更多的用乐读它的乐 指我们的一种精神状态 就是我们都很快乐 嗯 其实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同学 都特别喜欢音乐哈 哎呀你要最开心的这位吗 不就是唱歌了吗 对吧 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词 今天的主题词 因为其实我特别喜欢音乐 而且我记得学校有乐嘴 真的 所以跟他们一起玩的时候 我其实我是助产 所以跟他们一起玩音乐 我很快乐 哦原来我原来以为你是那个搬乐器的那个人 你看 哇这是你吗 哇这是你吗 对啊 哇这不是你吧 哦这样看是你 是我 这是在哪儿的演出啊 在中国人民大县 哦 这是你们的乐队成员是吧 整个乐队的成员 对 有机会的话也请你们乐队到快乐汉语来 给我们来表演一下好不好 对啊 一定 一定哈 好这个词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了 又可以读乐又可以读乐 是 来现在让我们来组个词 李志勤同学 啊 啊 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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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伯乐 伯乐 是是是是 那就是伯乐 知道伯乐的意思吗 他是指什么 我知道就是伯乐是那个先戒指啊 上你那个发现还有推荐 还有培养和那个使用那个人材的人 哇 对他说的非常的准确 伯乐本名孙杨 他是战国时期啊 楚国的一个人 楚王让他出去找千里马 他发现他看到一只病痒痒的马 他花重金买下 卖马的人很奇怪 怎么这么这样的马你也去买 他把这个马呢 献给楚王以后呢 楚王很不满意 说我让你找千里马 找好马 你怎么找了这么一匹马呀 快要死掉了 伯乐劝告他说你好好的饲养他 这匹马呀 会给你立下功劳的 结果呢 经过了好好的调养啊 这匹马果然成了一匹千里马 所以伯乐就成了一个推荐的 发现人的这么一个名字的统称 我们中国人常爱讲出门遇贵人 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外国朋友 知道不知道什么是贵人 那皇帝身边才有贵人啊 所以 不是那个贵人啊 这两个字是一样的 不要 所以这个中国人讲的贵人呢 其实跟这个伯乐是相类似的 我们说一个人的成功啊 其实就两个资本 一个我们叫人力资本 一个叫人际资本 什么是人力资本呢 比如说你受的教育啊 然后你自己的才能啊技能啊 你像我们很多外国的朋友 他除了会自己本国的语言 可能还会中文 中文还说的这么好 这是他的人力的资本 人际的资本就是你得有贵人 得有这样子的伯乐去发现你 然后你才能建立自己的这样的人脉 你才不断的能够去寻找到成功的机会 再看一下下一位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 下面是代表你喜欢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什么呀蛋糕啊 蛋糕 吃就是蛋糕 喝就是热的什么咖啡 巧克力 两个人在玩 玩对对对对 然后我每天快快乐了 就开心了 你是来留学了呀 还是来吃喝玩乐了 吃喝玩乐呀 我在中国在这里待的时间不长 所以应该有体验体验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化 但是我觉得你看看这个方法挺有用 你看来的时间不长 现在说的也挺好写的也挺好 是从吃喝玩乐当中来的 谢谢你 朵朵写的乐观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多多的性格 对吧 就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性格 对对 就我认识什么事情才需要 我保持就是 怎么说 乐观 就是乐观 乐观的想法 乐观的心态 乐观的想法 对 和乐观相对的是什么 反应词是什么 怎么 悲观 悲观 所以就看到半瓶子水或者半杯水的时候 乐观的人说 我有半杯水 对对对 所以我花了这个半杯水 你也知道啊 对啊 如果是悲观的人说 我就剩下半杯水了 我们用乐观这个词来说 它是一种人生的态度 一种控制自己的方法 但是有意思的是呢 乐观也可以行为一种社会行为 比如说 有个有个段子说 乐观的人发明了飞机 悲观的人就发明降落伞 他们各有不同的用处 我们的汉语里面啊 有两个不同的词 都可以和乐观有关 但又有区别 一个叫乐观 一个叫达观 乐观就是指 我相信未来更好 达观就是 未来不好也可以 啊 这是不同的两个词 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那个以前古代的那个 有一个是的 是的 就是叫唐太太说是 叫那个黎白 黎白 他是那个 就是乐观的那个人吗 其实他是达观 天生我才 必有用 这是乐观 但是这个乐观里面 又包含了达观 乐观就是说 我总是相信 不管做什么 未来是更好的 达观就是 即使不好 我也可以很快乐的活着呀 嗯 不管怎么样啊 高不高兴 乐不乐观来 你看我们遇到帕朗 就应该高兴了 那帕朗最擅长的就是 也可以逗乐嘛 也可以找乐 对 就比较喜欢 把快乐带给别人 光说不练是假把式哈 嗯 干脆哈 如果各位 愿意 还是愿意 还是愿意 还是愿意的话呢 对啊 刚才听了那么长时候 他们肯定也想被逗乐一下 我们干脆呢 请我们哪几位同学 就让他们讲个笑话也好 做段表演也好 做段表演也好 看能不能逗大家乐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给你们家里笑话 有一只飞机熊 对 他特别喜欢脱毛 什么 他好像挂毛 挂毛 挂毛 对 拔毛 拔毛 他 拔一弓 拔二弓 拔二弓 拔两根 对 拔 拔 拔三根 拔四根 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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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一百根 最后 他说了 一句 好冷啊 好冷啊 珍贴大衣美了 他们乐了 好 有反应 有反应 来来来来 哎呀 大家听过无所谓 但是没听过太语版的无所谓吧 无所谓是吗 对 我就来一个太语版的无所谓 是 谢谢 唐 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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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也唱完说你自己好了 我做太多爱 只带没变 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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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做太多爱 只带没变 没变 没变 等一下 等一下 无所谓是怎么说的 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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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瓶奶 买瓶奶 我跟我一哥们儿 她说我给你讲个故事 你跟我说说理 因为我碰见了一个老外 跟他说话 他老听不懂我说话 这怎么回事 我说你说说怎么回事 她说那老外婆我在街上跟他说 嗨 那老外婆跟他说 那个 Where is 长安街 我那哥们儿跟他说 Can you speak Chinese 我那个老外跟他说 你说慢点我能听懂 我那哥们儿跟他说 Can you speak Chinese 我那哥们儿跟他说 你说的慢点我能听懂 他说 他说 Can you speak Chinese 他说 你说的慢点我能听懂 他说你 Can you speak Chinese 说你傻呀 人家跟你说 你说中文说的慢点他能听懂啊 这不傻吗 这不傻吗 谢谢 王林 所以最终胜出的是王林 好 好 谢谢三位 谢谢三位同学 谢谢 我们还是来总结一下这个乐的这个字意 读音还有用法 来你看 我们读乐的时候可以当形容词 动词名词 表示快乐也可以表示笑 还可以说乐于我们乐于助人 另外呢这个乐是可以当姓氏来用的 乐的时候呢也可以当名词 表示音乐是这个字最初的意思 还有也可以当姓氏 所以可以可以姓乐也可以姓乐 还有呢就是当名词是乐 这个用的比较少专用名词 用于 对用于地名 但是说到这个姓氏的时候也可以姓乐 也可以姓乐 好那了解了之后 增加一点难度 来我们同学们来造个剧 该造剧了哈 邀请我们现场的小朋友大朋友来造个剧 给他们做个示范 哎呀小朋友立马就坐直了哈 要举手了 来给我们造个剧 我是一个快乐的小男孩 好我们看出来了 我们一般都不这么说 我是一个快乐的小王子 对吧记住了哈 非常不错 来后面大朋友大朋友 今天参加快乐 汉语我很快乐 那就对了 好谢谢以后常来啊 来 还有这边 还有吗 哎呦很踊跃你看 好多 我每天快快乐乐的上学去 好谢谢 谢谢 谢谢小朋友大朋友们 好谢谢 来看看我们的同学们写的怎么样了 做完了示范了 我们同学们也应该已经写完了吧 我们来看一下哈 周嘉安同学 就是我在中国很快乐 就不想回家了 那是你在中国禁锢着吃喝玩乐 对对对对对 很快乐 不想回家了 我工作了 所以你这有一个成语可以概括 知道吗 什么成语 四个字 光吃喝玩乐了吧 你 我来问一下老师 周老师 乐不思蜀啊 其实这个词是有讽刺的意思的 是说三国时期蜀国被灭之后呢 刘备的儿子刘善做了俘虏 魏国的全臣司马昭 有一天啊 设宴招待刘善 而且呢给他做了鼠乐 就让他听他家乡的音乐 就没有想到刘善呢 无所谓的很快乐 他就问他你难道不想家吗 刘善说啊我不想家 因为这里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 干嘛要想念蜀国我的家乡呢 我们用乐不思蜀啊 说明一个人呢 胸无大志 忘记了这个自己的大业 变成一个吃喝玩乐 只懂得物质享受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乐不思蜀其实不是一个好词 族是一个国家的名字 所以我可以说勒布斯伊尼 勒布斯伊尼也行 算隐身的一种用法 算开玩笑的一种说法 那我可以说勒布斯乌 勒布斯乌 乌克兰 王林同学 哎呦 你天天找乐的一个人 怎么了 我心里很苦啊 这表达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啊 就是你活得要 要快乐 要乐观啊 完了就是要及时找快乐 要活得高兴 要活在当下 对 其实我觉得你说这句话 挺高兴的 一点也不苦 是给自己找借口呢 是吗 就是我自己的 关键老师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 我们一般来讲 人生苦短及时行乐 还是一种比较消极的享乐 里面可能蕴含的就是一些 花天酒地啦 醉生梦死啦 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 其实你可以写一些 比较积极的 比如说什么路漫漫 去修远去 乌江上下而求锁了 你看起来就很正 好 来我们再来看看朵朵的 对 我觉得特别好的 听到考试的结果以后 原来你倒数第一啊 人家说的是周家 周家 有点闷闷不乐 是因为我吃喝完了 对不对 所以没有好好考试 学习不学习 考试的时候 考完了不好 就哭了闷闷不乐 就是不高兴 那你觉得这个时候 应该怎么办 才能不闷闷不乐呢 能排解掉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们应该吃喝玩乐 你被离开这个了 吃了心情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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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巧克力坛 然后吃冰淇淋 吃冰淇淋 心情就好了 吃点甜品就行了 对 有这说法吗 吃点甜品让人心情好 吃东西当中 最能够提升快乐指数的 第一个就是Omega-3 但是好多的人 可能不是特别知道 但是生活当中 比较常见的香蕉 还有跟甜品有关系的呢 巧克力 但是括号黑巧克力 就是那种 真子的甜的那种 效果会差 黑巧克力名的 类黄酮素比较多 确实能够短暂期的 提升你的快乐 哇 那我们看看伊琳娜 你自己写的什么 我写的是 休息室 大家一起唱唱歌 娱乐娱乐 大家都有什么娱乐方式啊 跳舞 跳舞唱歌 还有什么 听音乐 听音乐和唱歌 对 说起来这些都是我们现代的娱乐方式 对不对 确实是很多人会问 你看古时候啊 也没有电 然后也没有很多现代的这种设备 然后大家很早就都休息息息睡了 那古时候的人有什么娱乐活动啊 周老师 过去的中国人的娱乐活动 其实挺丰富的 比如说比较著名的 我们很早就知道的 号称是足球的 鼻祖 鼻祖的 这个醋鞠 还有这个是锤丸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是非常有意思的 锤丸就有点非常像今天的 高尔夫球 我觉得更像冰球啊 对啊 对 这是一种这个 后援的一种游戏 它需要的空间不像粗鞠那么大 有一个杆 后面有一个有弯度的东西 把这个球呢也是打到一个坑里面 跟今天的高尔夫非常非常的相似 后面这张照片也很有意思 这幅画呈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活动 就是取水流伤 从画中大家都能看出来 你看这个水啊 这是被引出来的 或者是山泉由高向低 盘旋而走 水里面有什么呢 有酒杯 这是一个娱乐活动 大家可以读酒令啊 对诗词啊 说了的就要喝酒 在中国古代有个很有名的书法家 叫做王熙之 王熙之啊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书帖 叫做蓝亭集序 这个蓝亭集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些文人默客们 在蓝亭这个地方取水流伤 一边喝酒呢 一边写诗 把写的诗呢 汇集起来 就成了叫做蓝亭集 他写了一个序 蓝亭集序 因为这个书法字啊 写的非常的典雅 含蓄 流畅 成了著名的一个书法帖子 所以古人人家玩的挺挺高雅的 现在也可以这么玩 去水流伤 到你这儿 来你喝啦 你全喝了我一半啊 周佳安 我们已经讲过了很多那个关于乐的词 可是乐的翻译词有什么呢 现在来看乐的最比较典型的一个 呃 呃 呃 反义词应该是卑 卑 啊 我们说乐极生卑 那就是乐和卑 是反义词 那么优和乐也可以 先天下之优而优 后天下之乐而 漫漫不乐呢老师 漫漫不乐的 所以翻译词吗 漫漫不乐就是指的 漫漫不乐 我们说的反义词是指的 因为汉语是一个方块字啊 对 方块字的特点就可以有对账 对偶 就是这边一个字 那边一个字 它还有英文不一样 因为它有它一个一个词可能产卵不同 嗯 所以它要讲究对账 所以你说乐的反面词 它不能是四个字 四个字 它只能是一个字 所以乐它的反面词可以是悲 可以是苦 可以是优 嗯 啊 所以乐的反面词要看它不同的形式 比如你要说乐是指的一种笑的动作的话 那么它也可以有一个反面词 就是怎么样 就是哭 啊 好 还有问题 嗯对 喜怒哀乐 那个词中的这个喜和乐的区别到底在哪呢 喜是发自内心的 就是我觉得是欢喜的 欣喜喜悦的一种感受 乐有的时候是外在的一些东西带来的 比如说它说我吃了巧克力或者怎么样 我有一种乐的感受 或者我购物带来一种乐的感受 它更多是外在的一种奖赏 喜更多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发出来的一种 有一点微妙的区别 嗯 嗯 请举手 好 那我们就这样哈 我们来辩论一下 来 我们来讨论一下到底应不应该知足成乐 来 有请六位同学 哎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哈 那现在就要看我们两位导师的观点了哈 周老师你知足吗 我长那么胖肯定是要知足 你知足 我老师就不知足哈 只能不知足了 来两位导师请就位 我们还是要我们以同学们的这个辩论为主哈 遇到困难需要原场的时候有两位导师来出马 来我们从呃知足方开始哈 来一遍 立论成词 开始 我认为应该知足常乐 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你得到了这个就还想要那个 所以到最后你总是不会得到快乐 我觉得应该适可而止的控制自己的欲望 这样你才能活在快乐当中 对 好 反方立论成词 一遍 开始 人一直追求一些梦想 他想那个东西 他拿到了他的目的 然后 听了 那就你的生活没有意思了 你必须得找其他一个目的 才拿到了 这样 你除了你用这个 拿到这个这个目的 你会 就是 呃 达到所有的目的 就能 就是 吩咐你的生活 这样你的生活 生活方式就更快乐 更 精彩 来 自由辩论 现在 开始 我们都会认为 就是什么事情都要自足 嗯 因为你的 就是你的 嗯 不是你的 你这样 都不会 就是作为你的 嗯 对 最最重要的就是 自己愉快 自己快乐 对 其他的对 不要管多了啊 对 其实我们说的也有证据啊 比方说咱们所说的那个科学的发展啊 啊 咱看那个灯泡啊 电视啊 包括好多就是我们发现的和发明的一些东西啊 你要是说你知足成乐啊 这些东西早就是我们到现在还是靠那个蜡 啊 还是看书啊 还是靠 还是没有电视这些东西啊 好多东西就没有没有在我们的世界里 是不是啊 所以说你知足成乐 你没有双清心啊 你怎么会去发现去找那些新鲜的书啊 哎 有道理 来 我来吧 嗯 这每一个人就是能力有限的 对不对 嗯 不要自己把那个那么大的压力啊 比如说呢 我跟那个帕郎就是那个考试 那个考 那个得到了那个我60分 他90分 我90分 但是我们都那个能几个了对吧 然后我们就能那个毕业 对 对 我们应该利用我们所有的时间寻找更好的知识啊 然后体验到更好的事啊 然后体验到更好的事啊 你们都在中国现在学习韩语是为了寻找更好的事做了更好的人啊 对 说得太近片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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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行 我来解释我的那个故事吧 我在韩国就是还有中国就是工作过很多那个行业 还有每个那个工作的那个就是那个收入啊 嗯 因为那个规矩啊 有的好的工作啊 我觉得一个月发工资挺高 但是那个正等的那个工作啊 也是那个就是发工资 还好吧 也是特别高 但是呢 我每个人那个花钱都是那个固定的啊 没有什么区别 知足常乐的本来的意思啊 就是指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啊 不能有太多的要求 如果你有太多的物质生活的要求呢 你就会损害了你的精神方面的追求 比如你刚刚说 说我发明了 这个火车啊 发明了这个灯泡啊 这是你的一种精神创造 可是这个人 他怎么才会有这种发明和创造呢 就是他必须专注于这样一个方面 所以他必须要在物质啊 或者其他的方面啊 要知足 他不能够整天处在一个焦虑的 匮乏的一个状态 可是俗话说 我老师跟我说 那个什么 人 什么什么 人往高处走 然后水往地处流 所以人本身就是应该心潮那个 进步呀 太进步了 对我不行了 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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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不高兴 你是哪头的啊 对啊 所谓知足强路 简单的说啊 就是为了让自己处在一个饱满的圆满的一个创造的状态 嗯 如果你总是有匮乏感和焦虑感 你总是纠缠一些生活的细节 纠缠一些物质的匮乏 人的精神的创造力是会被损减的 爱迪生他之前在一生当中他有两千多个发明创造 但是最早的时候不是邓炮 最早的时候就是发明一个在国会当中计数的一个计数器 但是发明了之后呢 很多人都觉得爱迪生挺了不起的 可是如果他当时知足常乐的话 后面我们就没有很多的东西了 但是如果是想人类的这个进步 我们在知足的状况当中 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就在那个山顶洞里面 我们就是山顶洞人了 所以我们的观点就是说不知足才会有人类的进步 来请我们三位同学是哪位来进行总结 我来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肯定是应了 你总结这个 总结你们的观点 你们说什么了 肯定引了 因为我们说的大家肯定会愿意的 大家肯定都会支持的 所以你们好好想一想肯定会同意我们的 我们肯定适应了 你们说了什么了 好吧 好吧 我们也是要总结 来 为了精彩的生活 你必须得不知足才能常乐 对 就这样了 总结一下这场辩论 同时点评一下选手表现 嗯 知足常乐呀 他其实要找到他的原意 知足常乐不是指自己不去进去 而是指为了更好的进去啊 要抑制自己的物质的欲望 所以孔子他夸奖自己的学生的时候 他就说我的学生他知足常乐 为什么呀 他说颜回是一个一单石一瓢影 身在露像 生活这么困顿 可是他很知足 为什么呢 他说回也不改其乐 他还是不能改变他的快乐 因为他爱道 爱读书 爱精神上的一种上进和追求 所以知足常乐 乃未进去拼搏 我们方的观点是 我觉得啊 这个消费 就是精神的和物质的 并不能够完全去分开的 比如说我们说 在物质的享受当中 如果我们没有在物质的享受当中 那些不断的追求 我们现在不会有更好的生活 比如空调 冰箱 当时我们就能够忍受这样的寒冷和这个 热的话 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消费 其实对于生产来讲 对于这个我们的前进来讲 是一个最大的推动的力量 如果要点评这个成员的话 我们这边还是团结一致的 刚才伊丽娜呢 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心理学认为 当你自己不知道在说什么的时候 其实你对自己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 难道他是间谍吗 说起来两队在这辩论的时候 可能都是在不同的轨道上 一方变得是生活上要知足 一方变得是事业上要不知足 其实这个并不矛盾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多知足 可能就多一些快乐 在事业追求当中 在学业追求当中 多不知足 可能就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进步的机会 所以在这儿往下宣布获胜者是双方 我们都看到了 准备好了 还是制骰子造句 骰子上面显示的是几个字 你们就要用小君给你们的词 来造几个字的句子 评判权呢在我们的观众手中 如果你们觉得好可以过 你们就竖起大拇指 如果觉得不可以过 要受惩罚 就是这样的一个手势 就是这样的一个手势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来 先看一下你们的词语 女生组开始 女生组开始 乐子 来 制骰子 来 制骰子 15个字 真不好 5 5 5 有限的时间 我不知道做什么 去KTV找乐子 多了 去K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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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朋友 唱歌 去KTV 食物 好 食物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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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你们的词语 是 游乐 游乐 来 制骰子 来 来 10 5 4 3 2 我们的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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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就是 适合 玩 乐 我们的游乐 就是 适合玩乐 我们的游乐 你说错了 是什么 我们的游乐 方式 就是 吃风 玩乐 呀 呀 呀 能不能过 有点争议 但就算你就已经过了 来 耶 你们的词语是 快乐 来 往这边再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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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3 2 1 哦 游戏 我会唱歌 以手中文歌 快乐 吗 什么 蛤 就是 我会唱歌 以手中文歌 你快乐 吗 你快乐吗 是一首中文歌 你快乐吗 我快乐 我来翻译一下 我会唱一首中文歌 你快乐 吗 不行啊 不行啊 你不是吗 你不能不能 心象性不能这么强 能不能过 我什么都没有说 来 男生组 再次回到台上 你们的词语是 逗乐 逗乐 你来 逗乐 我 我 看来吧 我 4 3 2 2 1 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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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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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个字 我去别的地方找 我去别的地方 快乐看女 找我 我 你的词语是 乐不思蜀 就四个字 十五个字 对 我在中国车客完了 不想回家 乐不思蜀 超过了 十六个字 超过了 显然已经违规 但这个意思是对 字数没有凑对 男生组 你们的词语是 助人为乐 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解释到这个词 没有解释到这个词 助人为乐 王林他人特别好 他喜欢助人 他提成 王林他这人 王林他这人特别好 喜欢助人 助人 为乐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今天提了一个特别好的词 叫助人为乐 我们一直在讲乐都是个人层面的 但是这种乐呢 是与人玫瑰手有余香 然后能把这个解释的出来 我觉得是很好 来 过 最终的结果是 双方各答对了两道笔 所以2比2 平手 继续我们接下来的环节 那我们这个环节呢 叫你比我猜 也就是一位同学在这里比划 那边两位同学呢 要把这个词语猜出来 今天要特别说一下的是 猜不出来也不能过 一定要到这个词语猜出来为止 哎呀 不多 总共就5道题了 每组有120秒的时间 所以现场是一个人比划 两个人猜 三个人看热闹 一会轮流看热闹啊 只是一时不猜 来 计时开始 120秒 今天你的词 我的词 对对对 啊 我记得 嗯 啊 那个 现在 现在 了 了 了 哦 一个字 就是 四个字 第一个字 这个 然后这个 我 我 我 对 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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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姐姐 我的词 你 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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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字 你的字 现在这 这个完了 呀 呃 啊 呃 又这个 大的字 都在路上 好停 全部猜出来了 我刚才有点不太明白的是喜闻乐见的时候 左左说 第一个字 喜欢吗 喜欢吗 喜欢 这个其实 是我觉得 归得这边反应快 我也不知道什么逻辑 他们的话题都一写不了 说你的词 我的词 你的词 我的词就猜出来 也感小了 给他们的词 都是他们自己写的词的 对 所以刚才基本上 应该是在64秒的时候 63 64秒的时候 全部猜出来了 64秒 完整地答出了五道题 恭喜你成队 好 下面轮到男生组 加油 好 准备好了 这边是帕朗来比划 同样一百二十秒 计时开始 好 走 好 相信了 前两个 第一个是今天学的词 完了 前两个是 第三个 第三个 第四个是 第一个是今天学的词 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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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 小妹 对 对 然后你看四个词 四个表情 海 小妹 四个的词 四个带来 乐 喜 哎呀 喜 喜后爱乐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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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heh okeh 的时候 哼哼 уров 哼哼 哼哼 harbor 对对对 哼哼 together 这个呢 就是 deserve not salss и 这是什么? 乐不科技 对对对 这个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 有个植物 什么几个字 几个字 几个字 看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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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行 81秒 刚才女生队是64秒完成的 男生队是81秒完成的 所以这场获胜的是 女生队 我们之前学中国文化学过 赢了应该怎么着 失误了应该怎么着 来来来 虽然有点不情不愿的 但多好歹这个形式 多少有点记忆 那我们今天学了乐字 也希望大家 也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在我们的快乐汉语 能够快快乐乐的学汉语 好在这宣布 下课 各国学员喜欢哪些戏曲 牡丹亭 黄梅记 八王别士 唱念作答大笔丁 牡丹亭 尽不想划着身上 不错呀 对呀 谁不觉得 不错呀 生诞尽丑 谁加强 宁穿错 不穿错 人生啊 跟那个戏指一样 扮演不同的角色 体会不同的人生 看了汉语 为您精彩呈现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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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